过年走春是要拜访亲友 而不少台商呢 趁着春节假期回到台湾 就是要来看房子 这甚至连平常忙着跑通告的艺人 也趁着过年期间 休息来寻找好的投资标的 近乡过年不打烊 还大手笔请来了 施奶杀手阿姬施 现场做菜 为的就是要炒热人气 我对于住房子呢 一向都是尊重我老婆的一个看法 因为女人总是比男人细心了 我有发现出来 今天现场所有的女性来宾朋友 永远都比男性多一点 趁着大过年拉台买器 不只锁定妈妈族群 还有回台湾过春节的台商 没想到就连通告满档的主持人 扣奶欣也是难得休假 穿着一身红要来看房子 房子我买了以后 自己一定要先住国 第一个就是你用自住的方法来买 你会选择很多 你自己买屋的时候考量的事情 譬如说建商好不好 品牌品质能不能保证 这两天来讲的话 现场的每一天的来人的话 大概是50租左右 那大概有二分之一的话 大概都是以台商 东桥桥西桥桥 还要跟朋友分享经验 顺便打听房屋市场的最新状况 台商回台过春节 也不放弃任何拼经济的投资机会 总体新闻 红水美旅学号 台报道